我是一个演员 并且是一个混了十多年的演员 一直不太知道自己真实自己的一个演员 但是我索性通过行走力量 这一个关注心灵的功力相同 我在推广他的同时 我也是受益者 可以放下你的手机 跟我们一起分享这短短一个小时的 真实的内心交流吗 陈坤用这种自嘲的形式 在北京师范大学开始了 行走的力量第三季的宣讲 而之所以选择在这里 因为这次的活动将面对教师和师范类学生进行招募 更是因为陈坤希望把更多的正能量传递给孩子们 如果我们这次寻找的20位老师 他们也会面对2000个学生 老师的更好 心态更好 会让孩子们的未来的更好 在行走的力量启动一时当晚 陈坤作为该项目的发起人 开玩笑说 为了节省公益项目的费用 一并包揽了发起人嘉宾主持人的工作 但是真正听完陈坤演讲之后才发现 他要跟观众传达的完全是这么多年来自我的感悟 我今年37岁 差不多在20岁左右考进电影学院 我是担心家庭长大 我有自己认为很多的苦恼 并且很多的不满意 并且我认为这个世界欠我 因为像我这么好的条件的人 为什么生活这么糟糕 并且那个时候我已经是 以男生低迷的方式考进了电影学院了 我完全看不见这个上京给我的拉底幸运 而我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买院 因为我支付不起学费 我找不到工作 我们每时每刻在那个年纪 都还在抱怨 从陈坤的自白中不难看出 他的生活中也有着和普通人一样的困扰 尽管身处嘈杂的娱乐圈 他的心态却非常平和宁静 即使遇到他跟赵薇关系闹掰的这种新闻 陈坤也是从容面对 更自嘲是个小心眼的男人 那我就小心眼 你看这些漂亮吗 我现在没看 你觉得这些人会看吗 我觉得不会 大家都很成熟的人 大家同学那么多年的关系 我觉得都是每一个人看的方法 因为我觉得任何东西被挑起来 总是显得不漂亮 是不是 因为对于我个人来讲的话 这什么东西都不需要去刻意的去讲 也不需要刻意的解释 我们两个关系好和不好 是我们两个人的事情 是吧 没有必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解释的那么清楚 谢谢大家 你们俩试FT 我们俩试atsu